来 环保局弟兄在不在?在! 市长谢国良与环保局清洁队员握手道谢 并拿出他12月的特别费颁发红包 感谢清洁队员日前紧急出动 清理基金一路分隔岛上乱丢的垃圾 维护市容环境 这些清洁队的弟兄们 在前几天我们在基金一路中央分隔岛的时候 我们请大家临时紧急来做一些垃圾清理 所做的努力我来跟他们谢谢 因为那个时候环保局我们那时候有在讨论 一些工作权责分属的问题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厘清垃圾 马上那时候就会困扰我们 所以我就请局长无论如何 一定协调一些环保弟兄来帮忙 解决垃圾的问题 那时候也感谢我们潘队长跟我们的队员们 第一时间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那我也特别感谢大家 所以今天我特别拿了我12月份的特别费 还给大家一个小小鼓励 这个金额不多 但是是一个我个人的心意 那我是觉得说现在全市有蛮多垃圾乱丢 垃圾这个充满了大街小小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会造成了环保局的弟兄的负担 也会造成这个城市的负担 所以我今天有特别提出了这个干净家园的政策 那当然我也希望这个未来我们金融市要越来越整洁 那不能乱丢垃圾 但是我们随时随地也需要我们的环保局弟兄 如果真的发生有一些垃圾乱丢的情况 还是要请他们来协助处理 所以今天是来特别跟他们表示感谢 那在寒冬中还要在有时候大清早 有时候这个大半夜都要来做一些垃圾清扫的工作 真的是很辛苦很不容易 我特别也代表市政府来跟他们谢谢 由于接近一路车流量大 分隔岛上的垃圾不好清理 因此谢国良市长感谢清洁队员迅速的清理环境 谢国良也再次强调 除了清洁人员的努力之外 最重要还是要靠全民的功德心 不要乱丢垃圾 市府会积极推动 让基隆成为干净又美丽的海港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